《迷宮》 爸爸 爸爸 明天是怎樣的 女兒 不用擔心這裏耀安的明天 世榮哥哥很熟這裏 他一定會好好地為我們計劃將來 耀安村馬安山第二條公共屋邨 有三十多年歷史 村內居民充滿著人情味 李世榮就在這裏長大 大學一畢業就在這裏服務 之後還投身區議員的工作 一班街坊都很信任他 將這裏的未來放心交給他 其實正正就是我自己在這裏 二十多三十年來看著耀安區的變化 人口慢慢有老齡化的趨勢 亦都有新生代的湧現 我們的工作是需要令社區與時並進 例如我們可能要增加一些長者健體的設施 加一些小朋友喜歡玩的設施 滑梯 千秋 在老齡化方面其實我們都要做多些事情 可能我們在一些地方加一些扶手 讓到一些老友機他們可以去上上落落 我們更加在一些需要走樓梯的地方 可能在側邊加一些升降機 因為其實我見過很多老友機 例如買米 他們都要這樣拿著 甚至放在肩膀也都見過 所以有見及此自己想 有甚麼可以幫到他們呢 做一批這些小車 從旁邊看 你看到它並非前後有兩排輪 而後面這個輪是幾個輪 為甚麼呢 因為就是用來方便下樓梯 因為這個輪的設計 就是你下樓梯都可以 它是非常之便利 因為這樣已經可以收起 方便收納 世榮熟適要安穿的每一個細節 正正因為這樣 他特地為這個三十年歷史的社區 添上不同的色彩 就好像這幅樓梯畫 和地上色彩繽紛的竹印 都是他推動港專設計系 和體式能學系的同學 透過彩色的繪畫和竹印 美化社區之餘 鼓勵居民多點走路 注意健康 其實一開始我們都在想 到底是甚麼 因為始終它說的時候 這幅都挺大型的一幅畫 然後我們再想 它說是對這個社區 對這條村的對市民 有一個影響 就是希望有一幅畫 去令到屋村的色彩更加豐富 其實都留意到 其實社區裡面 其實是有很多一家大小家庭 還有這條樓梯在上面 有一間小學 有些小學生 有些小朋友 還有其實都想融入社區 那個意識增添多點色彩 會豐富一些 我們大家想想 這個屋村 可能多少色彩會好些 利用了我們本身學校 兩個最重要的專業 一個就是體式能課程 第二個就是設計課程 就跟李世榮議員和社區人社 一起上司創建 全港第一條徒手的健體勁 而這個也是我們本身學校的 很大的目的 就是其實我們希望彰顯到 雄學的能力之餘 要木輪有好 有人說 遠親不如近論 世榮深深明白這個道理 於是立志更令耀安 甚至整個馬鞍山 從最貼身的買菜 到社區設施和居住環境 都有一個窩心的感覺 讓耀安有人情味的關懷 延續明天更至將來 一個值得信賴的區議員 的確是美好明天的保證 在社區設施和居住 中間的保證 處理所設施和居住 下部很常理 有法大臣 在社區設施和居住 委員會